網談巨星祖高域究竟能否參加澳網全球觸目 她的律師星期六向法庭提交的文件顯示 她在上個月感染了新冠病毒現而康復 因此獲豁免接種疫苗 李永瑜報導 被她入境澳洲參加澳網的祖高域 澳洲法庭將在下星期一審理拒就入境簽證被撤銷 面臨被驅逐出境提出的訴訟 她的律師向法庭提交的文件顯示澳洲網球協會首席醫療官 在去年12月30日致信祖高域 指根據祖高域在12月16日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以康復的情況給予醫療豁免接種疫苗 今年1月1日澳網主辦方和維多利亞省政府 亦根據祖高域向兩個獨立醫療小組提供的訊息 同意醫療豁免並獲發電子簽證 維多利亞省的相關政策 是容許在過去6個月內檢測呈陽性的人士獲得豁免 不過聯邦政府就不同意 而祖高域在2020年6月曾確診過新冠病毒 而她去年12月17日也就是最近一次感染後的第二天 還出席塞爾維亞貝爾·加萊德一個頒獎活動 她沒有戴口罩和一班少年獲獎者合影 被質疑她是否知道自己是感染者 為何沒有自我隔離